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上班时间逛起市场来 买了肉干还有糕饼 拿出手机透过悠悠富消费 还可以得到现金回馈金 南门市场与悠悠卡公司合作 推出消费满额回馈活动 响应市府推广传统市场数位支付使用 民众只要使用悠悠富消费满300元 即可回馈15% 最高当日可以回馈到300元 我刚刚看了一下我的悠悠富的账户 南门市场是我最大的消费 谢谢富士大 而且真的 我上次来南门市场 悠悠富会回馈给我好多钱 300元、500元 很多的回馈金 今天开始也是一样 从现在开始到11月底 以前在这里刷悠悠富 都有很重要的回馈 只要你每天来 你几乎是不限上限 每天都可以 每天就去300元 但你每天都要来 你就一直给它刷刷刷刷刷刷刷到底 也是可以的 所以这个回馈非常的划算 那第二个就是 南门市场两周年了 这里还只是中绩而已喔 然后他们搬回去他们原来的地方的话 会是更棒的市场 那这里是台北市电子支付第一名的市场 第二个刚刚会长跟我说 他们现在都收不太到什么现金了 现金一天升不到四成 因为全部的民众都是用五现金交易或者是刷卡 所以这里已经是未来的城市里面模范的市场 我们这个11月底回馈完了以后 他们还有一些活动在支持我们市场 好像就有送什么现金券的样子 我们市场里面也大概有 几乎每个餐位都有 所以只要消费者来市场买菜 一天买2000块就可以回馈300 最高2000块就回馈300 每天都可以来 这个金额当然是回馈完为止 南门市场是台北市历史悠久的市场 贩卖南北货熟食点心文明 这次推出优惠活动 鼓励民众使用数位支付 回流市场消费 同时享受购物更快速 电子支付更便利的服务 记者问郡台北报道